IMC LIVE GLOBAL為你呈現 A LIVE演唱會Vol.9 洪俊陽微光演唱會 4月10號星期六晚上8點 在Capital Theatre 現在在我身旁 就有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 洪俊陽 哈嘍 大家好 哈嘍 麥爹 那你沒有很舒服好不好 今天要跟你裝備鼠音 我來訪問你的 其實我們知道 洪俊陽在樂壇 其實沈浸了好一段時間了 大家都以為說 你就一直在忙你的餐飲事業 來 澄清一下 為什麼放棄音樂 確實我是比較忙我的餐飲事業 然後 可是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有不斷的在創作 還有在製作 我都是在幫別的藝人寫歌 幫他們製作 只是我比較少在我的社交媒體上 分享 所以可能大家都會以為說 我是不是放棄音樂了 但是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沒有放棄音樂 但微光這首歌曲呢 是你特地為這次的演唱會寫的嗎 嗯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想法 特地為演唱會寫一首主題歌呢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嘛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 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我想說 藉著這次的演唱會呢 是時候應該有一個新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說 現階段我的生活 我的音樂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藉由微光這首歌跟大家分享 然後當然我相信我們也是 經歷過一整年的疫情嘛 大家不管在生活上一定有遇到一些挑戰和挫折 然後我想藉這首歌微光呢 就是鼓勵大家 就是說不管你現在覺得 現在的狀況是很困難很艱難 或者是未來的道路你覺得很艱難 只要我們心中有那一道微光呢 尋找那一道微光 跟著那一道微光繼續走下去呢 依然會有希望的 堅持到底 其實這個問題呢 是我自己問的啦 因為家裡的老婆很美嘛 然後小孩也很可愛 所以我非常好奇的是 你是怎麼樣讓自己不分心 還是可以找到時間寫歌練歌的呢 我了解 我基本上都把門先關上來 把門關上好 怪不得你每次關門 沒有啦 基本上其實我每一天都是心塵滿滿的 因為你知道我也有自己的生意啊 然後其實籌備這個演唱會的時間其實真的不多 對吧 還要寫新歌啊 製作新歌啊 然後還要跟IMC討論很多演唱會的一些細節嘛 所以其實壓力真的滿大的 好 那最後呢 讓你說一些感言吧 有什麼話想對朋友們說 還有有什麼特別的人想感謝的嗎 好 首先我要先謝謝IMC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可以辦一個演唱會 讓我再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 然後再次用我的音樂跟大家見面 然後最後要謝謝我的歌迷朋友們 支持我的朋友們 真的謝謝你們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很擔心那個票房的問題 我怕哇 票真的賣不出去 但是我看到大家很踴躍的買票 我真的很感動 真的謝謝你們 Thank you so much 就這樣吧 你的那位 當然也要謝謝我的漂亮的老婆啦 還有可愛的女兒啦 謝謝他們一直不斷的支持我啦 我的家人啦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當然這裡真的要謝謝所有的歌迷朋友 謝謝你們的支持 洪俊陽兩場演唱會 4月10號和6月12號的微光演唱會 票已經全部賣完了 恭喜洪俊陽 Thank you 洪俊陽多多加油喔 好 加油 Alive Vol.9到時見 蹲她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這樣的道理 詞曲